这是我们在胡同中偶遇的一位甘肃来金座保姆的55岁大姐 了解了儿女结婚要彩礼的话题 这甘肃娶个媳妇要23万的彩礼 三金四银都是什么呢 来请您一圈三连咱们一起听见 您是哪的人呢 是甘肃的 来北京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一直在北京做什么 都做家庭保姆 地方就是落后的 慢慢改 我们到北京打工做保姆 做后工的人很多 站前回去盖房子 我跟阿姨学了好多知识 在照顾多长时间了 两年了 都是这样 就为了儿子女儿 要打工 盖房子 一分年都不说得好 货的钱 真是 在当年我开始这样说 这样对嘛 你说老师都为了孩子去干 是不对 但是他们的观念改变不了 他们的培养孩子 他们的培养孩子 不会有一个往前奋斗的 挣着这点钱都给他们 都给孩子 那孩子去媳妇再买房 买车 压力也挺大的 儿子都三十四了 都结婚了 都结婚了 都结婚了你没什么压力啊 每个月还得给两三千块钱 孩子还房贷 车贷 您也得帮着还 孙子上学我得给他 每个月给他一半留一半 你给他多少钱啊 两千 给他两千 嗯 要您是 不是两天 有三天 有什么三天 孩子上学的时候 接不到这个多给点 哎呀 孙女他上学呢 这就是他们 大西北啊 这是就是这么的团队 但是有一条 国家还如果把那个 什么彩礼啊 嗯 取消了 把那个 习俗 嗯 什么满月啊 拌热啊 拌热啊 一下子 他就 都在水里 哦彩礼 你那边彩礼很高吗 很高 现在去一个儿媳妇 彩礼就都二十二三万了 啊 您那是老家是 甘肃 甘肃 这算是一个那边 一般的那啥是吧 对 偏远 偏远算是六七县城 彩礼就要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我的天哪 这一辈子 三二十多万 就是啊 那还能结婚的 还有什么 三斤四银 那戒指耳环 项链 项链 三斤四银 彩礼二十万 这这桌子的 他白酒席 这都不算 哎呦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 女儿好一点 就儿子哈 女儿就等于卖了 对 女儿要招商银行 儿子是建设银行 可是我们女儿就买不了那么多 真是不容易 卖了十九万就不错了 卖了十九万 那边是二十三万 买一二三万 你说你不要一样的呀是吧 不行 对啊 可能南方觉得说你不要的 还不行了 这好像也就是咱那些 咱我觉得北京就没有这个习俗 咱们北京好 没有 没有 北京还是 郊区什么的这都没有 那是越偏远的地方 越这样吗 对啊 越偏远 越有点穷的地方 还是思维文化 河南 陕西 越穷的地方越这样 越困难的地方 没有彩礼 就不结婚 不结婚 通缺了都已经四五年了 也得回去 给律房彩礼 然后才是订婚 然后再结婚 你要同缺四五年了 还有这样 安慰山区 真是不容易 他们挣钱 挣得了那么多 挣不了啊 怎么能挣呢 所以 一分年都掰了半半了 你看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对此 您有何感触呢 您所在的省市 结婚也要彩礼吗 您对这样的风俗怎么看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